刚刚我们的朱老师讲了很多关于牙齿保护的措施 而且我们朱老师也非常清楚 当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唇部的感觉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在整个的生活状态当中 喂奶的姿势也好 吃饭的姿势也好 然后咬合的姿势不正确是从哪来的 对不对 我们先看一张照片 朱老师根据照片详细地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人吗 请问 刚才咱们大概提及了一个数据 大约三分之二地包天是由于从小的这种口腔不良习惯形成的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个喂奶的习惯 那喂奶正确的习惯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们也试一下 比如这是个娃娃 一般的话我们都建议 就是这个宝宝是能够稍微的就是有一点点坐着的感觉 而不是完全的平躺 这个奶瓶跟这个宝宝的面部呈90度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姿势 如果说完全的躺着胃 尤其是宝宝当他自己会抓奶瓶了以后 他特别容易这样 他会去伸下巴去做 那么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会导致这个下额的过度伸长 就极容易形成一个地包天 这是第一种绿环的方式 奶瓶的奶嘴有什么讲究吗 因为现在除了有这种圆的 还有一种扁的 压嘴的 压嘴的像扁的那种 这两种哪种比较好呢 这个的话我觉得没有一定之规 都可以 主要是姿势正确就可以 对 为什么说这个奶瓶不建议长期使用呢 因为我们无论是吃奶头或者是奶瓶 吃的时候呢 嘴巴之内产生一个负压 产生负压了以后呢 这个奶水呢 就会流到我们口腔之内的各个角落 尤其是会粘到牙齿上面 所以说我们用完奶瓶以后 可以再准备另一支奶瓶 然后给它准备一些温水冲一下 这样的话就能冲掉大部分的这个奶水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